大家好 我是Kyoko 今天來到這個星期第三天 我們會繼續溫兩個文型 還在溫著TA字開頭的文型 TA應該我讀了TA 第一個就是TA MAE 動詞MASU YUMASU KA TA MAE 就是有少少輕微的命令 譬如 OIDAKUN KONOHO AN O SETUME SHITA MAE 上田 你來講一下這個方案 可能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經常聽到這句話 它是口語 主要是在下級、晚輩或朋友之間用 是一個男性的用語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DA LA 前面是名詞跟DA LA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這個文型在N4的時候 是有這個假語的意思 在這裏 前面跟名詞的時候 它這裏的解釋是 講什麼什麼 或者聊什麼什麼 就表示說明的話題 有講過人有少少親戚 小距 或者一些扎爛的語氣 譬如第一個例子 就是Ni-san DARA Mada-tsuko-kushita 講到小你 它又遲到了 這個可能大家在朋友的時候 會經常說 哪一個又遲到了 這樣的感覺是中文 日文可以用這個DA LA的文型 也一樣是用於口語 如果大家有看多日劇的話 其實經常都會聽到什麼什麼DA LA 所以最好學日文的方法 我覺得就是大家看多一些日劇 我們今天的文型很少 就先講這兩個 我們明天再講其他兩個 如果你想找生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想看一些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